我们上集说到啊 这个河伟啊 他是沿着这个长城一直往西 因为当时啊 在中国呢 还没有那种 大家开着车出来旅游的那种习惯 而且呢 当时对这个外国人呢 出来到哪旅游 也规定的挺严格的 按规定呢 其实他是不能够驾车 离开这个北京的 尤其是你在那出租公司 给你的那个啊 是给你规定是这个租这车 不许出北京 其实都睁眼闭眼 那时候最早啊 就是你租车呢 一天不能够超过200公里 就是你即便是在北京这转啊 也是不能超过这个 另外呢 就是尤其是那个 在中国的西部啊 那更是就是要求比较严格 大概呢 就是也是因为啊 那时候就是那边管理也比较差啊 也比较贫穷的时候 而且民族矛盾也比较多 而且呢 多数啊 都好多地方都是 这儿不是军事设施啦 就是那儿是一个 军事领域了 所以呢 就说从技术上来说 是不允许的 你要去也行 你得先向当地的政府呢 申请 这个呢 所以啊 这个 这个何伟呢 他当时啊 就想打个擦边球 于是呢 他就是带着帐篷 开着这个白的这个 签字机 出来的 他们也尽量的呢 就是避开这个小镇子上的旅馆 因为呢 你在中国啊 你只要是住旅馆 你的那个名单 就得上报给当地的派出所 另外呢 他也给自己啊 定了一些规矩 就是这个 日落 就马上安营乍战 天一亮 就动身出发 呃 也不生火呀 在野外啊 什么的 呃 如果需要在这个小镇上边 要停留的话 他也是尽量找那种 专门借贷那种 大货车的那种旅馆 因为这儿呢 来的外国人啊 几乎没有 所以啊 他没有那个 让他们那个 那时候啊 还不像现在 现在是所有的 甭管你中外的 都得有登记 或者是上报 让你刷下身份证 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呢 所以他没有那个 专门针对外国人 那个登记表 你只要登记了 哎 他万一有事 他才 那个警察才来查 所以呢 他就尽量住这种的旅馆 通常啊 他一般在车上 要备一个维持着 有几天的这种饮用水 呃 开车的时候呢 就喝咖啡 呃 要不然就吃糖 来这个提提神什么的 后备箱 就装满了口可乐 什么 呃 给他利 那个 奥 奥利奥 什么的那个饼干 完了就一些小糖果 其实啊 我还建议啊 就尤其是到这个西边 你要到山区里边 呃 你要去自驾游呢 你尽量多带些糖果 当地的小朋友 真的喜欢 哎呀 一给你来了就伸着手 糖啊糖啊糖啊 一给了可高兴了 你这样 呃 如果驾驶的时间要多了啊 呃 尤其他也没地方洗澡 他呢 只能够就什么呀 找一个理发管 停下来 完了呢 洗一头就行了 每一个小镇子啊 差不多都有一个理发管 呃 给你洗一头啊 还给你头按摩按摩什么的 一般呢 也就几块钱 到了中午啊 他一般就是把车停的路边 打个盹 总之 他是坚决不会在夜间开车的 在这个中国啊 尤其在公路上 这疲劳驾驶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呃 呃 另外啊 你在中国啊 跟在美国其实也一样的 就是开车真的是一个体力活 呃 法律上规定呢 是比如说你开卡车的 呃 一个是你身高 必须至少在一米五以上 另外呢 小轿车 你也至少得一米五 要取的这个驾照啊 你每只手 至少有三个手指 你的功能是正常的 大拇指要缺了 那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 对耳朵啊 也有要求 就是你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以外的 这个音音的声音 另外呢 还有就是他要会测你这个色盲 主要是红绿灯的那个啊 测那个色盲 呃 还有什么你可能不能有电弦啦 不能有先天性心脏病啦 悬婴症啦 什么美尼尔什么的啊 呃 倒是没有明确的禁止啊 你要是有那个 歇斯底里什么的 呃 能不能上路的 呃 另外呢 就是你操什么行着车 你就得操什么行着车 哎 你要是这个大的车啊 你用C本是绝对不可能的 交通法规啊 对这个身体方面的要求 他做了 非常的这个详细的规定了 呃 事实上啊 你要真看 真不那么回事 啥样的司机都有 嗯 在这个城市啊 呃 你要是驾车啊 对他们老外说 那简直就是呃 像一个探险一样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中国呀 突然一下 有了这么多的车 然后呢 很多人啊 他还没有那种公路文化 所以啊 就是他所有的这个交通啊 尤其是你离开那个大城市啊 你到那个县城啊 什么的 就是行人怎么驶这个马路 哎 这个车也怎么驶 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呃 比如说吧 哎呀 都是特别喜欢那种成亲绝对 完了以后呢 没事啊 就是到处的乱超车 而且啊 就是他超车呀 或者转弯的时候啊 经常是不使这个转向灯 提前告你一声 他想这个超车了 呃一下 他就插进来了 也不打灯 哎 你起码打灯 等一下啊 让人家后边有个反应啊 完了他在那 不不不 他还因为他想转了 他就转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何伟就发现啊 说你啊 看这车啊 你看前边 他是要往右去了 右车道去 还往左车道去啊 你要看他的身体语言 就是他不是按灯来算 你要看哦 他好像是要准备往右边去了 好像那屁股啊 和那个头有点往那边侧了 你就得开始有预测 可能他要转完了 嘿嘿嘿嘿嘿 还真是 尤其是你在那个 离开了大城市 真是那样的 就特别像中国人的性格 就是什么呢 特别的随经应变 哎 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在这个高速路上啊 如果说 突然一下他发现 得 哟 错过去了 那出口了 他干嘛呀 哎 他把他那个车呀 挪到这个路肩上 完了就开始倒车 倒倒倒倒倒倒倒 一直倒倒的那出口 那三叉的那画的那个 斑马线上 哎 人家过来了 另外啊 这个河伟还发现什么呀 就是你在这个收费站啊 也是 是个最危险的地儿 而且你会发现啊 就是快接近那个收费站的那个地方 是最容易这个发生车祸的地方 就什么呀 他不是都有一道一道的吗 哎 他可以啊 在他司机想要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哎 旁边那车挺短的 他就转过去了 而这时候可能你正正常行驶呢 就转了 或者呢 就是什么呢 正好你到了这个收费的地方啊 他要分几个车道了吗 他在这犹豫的时候 就这几个车道这块 就是这个互相交叉 互相 你跟我较劲的时候 尤其啊 要如果说堵了一个大长队 我的天 他要往里加三的时候 他比如一直 你们都在这排着 排着挺长 哎 他从场面 不错过来了 临到这儿啊 他必须得并进去 某一个车道的时候啊 他就开始愣挤 哎 完了呢 再碰上一下 有一个特轴的 我就不让你进了 哎 你往前凑一下 他也往前凑一下 就挤着你啊 最后看谁 觉得自己 最心疼自己的车 算了 不挤了 哎 就算是让我去 这 我跟你说 我我是怎么发现的 我就发现了 就是 好几次 我老公啊 就一开始还给人让 后来发现啊 就是 越让 这 干脆我们这车就别走了 后边人跟我们急了 最后就只好怎么办 干脆也不让吧 不让好嘛 就开始叫上劲了 走 走 走 就开始这么错啊 后来也是因为 我们是那个 大鸡谱啊 个儿高啊 那个小小胶签一看 得 要真撞啊 吃亏 算了 就把我们给让过去了 好几次是什么呀 我们又转弯 结果呢 他居然啊 就一个轮子都已经上了 那个人行道了 他要愣夹到我们前面去 你想想 他一下子 光当就撞在我们的后轮子上了 他矮呀 完了呢 加上大概他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力气啊 估计也是那个 呃 这个前面那档 那个保险杠啊 也稍微软了点 反正就前保险杠的呀 什么的就全掉下来了 哎呦 气得呀 那哥们就下来就急 我们说你急什么呀 你从我右边超车 你都半个轮子都上去了 上人行道了 你还跟我们急 不行 就不干了 最后把警察给叫来了 警察一叫来告 你百分之百 你自己的责任 你叫我来干嘛呀 人家没让你修车就不错了 也确实我们也没法让人修 他就撞了独鹿上 高 所以啊 我要出去啊 一般的我就发现了 就是你要开大一点车啊 哎 尤其比如说人家司机一看 是一个女的 小车就挨挤的 他老在你前面晃悠 经常的唰一下 就也不打灯 就夹到你前面去了 哎呀 后来我现在就是什么呀 我就开大车 我这爱装不装 装了反正就是你吃亏 咱说哪了 对 就说这个收费站这危险 事实上在这个70年代以后啊 北京啊 70年代以前 北京你知道吗 以前是禁止使用大灯的 就是你在晚上啊 那个不让开大灯 说谎的 谎人 你知道吗 完了呢 这个 所有啊 你在那个晚上啊 你在那个北京 你一看那个车啊 一个个都开的 它是那种近光灯 或者开雾灯 完了以后 你就感觉一个个都跟鬼火的 那么 吓起来 特别的吓人 也就是后来呀 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不是越来越开始啊 鼓励着都大家组团出国去考察 你瞅瞅人家都什么样 所以在这个改革初期啊 欧洲和美国各个政府啊都欢迎 哎 你们来 他们呀 也是希望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啊 都看看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都什么样 完了呢 你们回去啊 把你们的政策也调整调整啊 往前多走走走 进步进步 大概是83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那个陈希同就组了团上纽约去了 就进行过这么样一次访问 呃 在这个跟这个市长啊 柯赫 呃 还有一些政要会完面了以后 他就在这个往返的这个路途中啊 他就观察到了 哎 他就发现 你看人家的美国司机 在夜间 他都是要把这个车灯给打开的 所以啊 他回到中国了以后 马上就先说了 咱们北京啊 也把这个给改了吧 呃 反正这个 不知道他从这个去纽约了以后啊 还学会了一些什么 呃 人家这个 先进的这个国家的一些管理制度吧 呃 应该说啊 呃 公平的说 他那阵儿真的在北京做的相当不错的 后来是太狂了嘛 所以啊 就后来就给他了一个腐败罪啊 把他给打 打入这个地狱呃 监狱了 不过你应该说这个开大灯 哎 这绝对是他做的事 尽管如此啊 这个河伟就观察了 他说你发现没有 这个在中国啊 这个中国司机 他对这个怎么掌握使用这个大灯啊 好多人 还是不太了解 尤其是什么呀 好多人啊 非得呀 这个天特别漆黑了 他才开大灯 哎 你要是什么下雨天 雾天啊 什么雪啊 或者黄昏啊 你在国外早就开大灯了 哎不 他这个中国人 就是好像就跟废他们家电似的 他一定不开大灯 他非得等着呢 就路都看不清了 漆黑一团了 他才开大灯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 这个中国的好多司机啊 他不介意啊 你跟他什么 你争我夺的那儿追尾啊 或者你从他右边超车什么的啊 甚至好多车不就是开上人行道了吗 呃 他真的 他不介意 但是如果说啊 你比如说你从对面 你开大灯 晃了他了 确实 因为他这个有好多小车啊 那个大卡车啊 他那个车高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那个灯啊 他去边是进光灯 他照过来了以后啊 你这边的小车 真是毛也看不见了 白哗哗一片的 所以特别不满 就开始疯狂的开始 也闪自己的那个大灯 表示 抗议 他妈的 你的车比我高 你不顾着点我 呃 不过啊 真的 你要是在这个 呃 中国 比如贵州啊 云南啊 四川 你要在这些地方开过车的人啊 你上别处去开 那简直如履平地 你都闭了眼睛都行 那些地方 那山路啊 真的太险了 你我反正我是从那走啊 真是浑身 就是肌肉都紧着的 脖子也是硬的 呃 说哪了 我这又是 哦 何伟就形容啊 说你觉得啊 反正是在中国啊 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比如特别开阔的这马路开吧 每一个驾驶员 你感觉啊都好像刚刚从胡同里边被解放出来似的 哎呀 只要是这个红绿灯啊 或者什么一开啊 轰 就个冲出去 就跟那个互相看看啊 瞧看我的车 起诉多牛逼啊 看看咱俩啊 谁先过这十字路口 反正啊 就是那时候真是你抢我夺的 后来好像咱们在这个交通法规上啊 规定了 你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 是有车速限制的 你要敢这么弄啊 你就算是犯法了 但是在之前 以前咱们没有这个交通法规的 呃 还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 哦 在中国 在国外 可能都没有什么这种关于这种的啊 就是 嗡喇叭 鸣笛 哎呀 你现在在大城市啊 还好一点 呃 北京啊 即便是严禁鸣笛 但是你依然能够听 研究好多司机在那玩玩玩的就是那样的 在国外 几乎你听不到 哎 可是在这个中国特别有意思 他就跟那个 呃 好像是司机呀 用他来说话似的 他用这个喇叭呀 来表示他的情绪 哎 呃 后来呀 连何伟啊 已经开始慢慢从这个呃 摁喇叭 就那个节奏啊 哎 从呃 跟这个他学的那汉语啊 慢慢的能结合他一块去了 哎 而且啊 他还居然能够从这喇叭声啊 能听出那个 呃 汉语的那个四个调来了 哈哈 嗯 比如说吧 呃 短促的 嘚一声 或者嘚嘚嘚嘚嘚嘚嘚的 就表示已经开始有点不高兴了 那要是说 咦 这样的啊 那就是说什么呀 他已经 真挤了 真的不高兴了 因为什么呢 你前面把我给堵的啊 到现在堵的这样了 我现在这没地儿可钻了 我干脆咱们大家都死在这儿吧 玩都死在这儿呢 所有人都开始啪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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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就这样的 大概就是表达一下啊 除了痛苦 别无选择的那种感觉 呃 他经常的就攥到那个喇叭那地儿了 所以啊 你经常觉得 为什么呀 他要按这个 你只能这么解释 就是他的手 按在那个喇叭上 这个确实我也是这么观察的 在这个河尾啊 去这个叫破湖 这个村子的路上 他呢 第一次烧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人 那天啊 他很早啊 就把这个帐篷收拾好了 完了以后就开始研究地图 准备呢 就沿着这个明代这个城墙的北边那条路啊 往下走走试试看 结果呢 这大概是他走的啊 最糟糕的一段土路了 完了以后就一会儿是上一会儿下 而且那下坡啊 那个坡度还特别的陡 雨水呢 又把这个路面啊 给冲的呀 就是那种特深的那种沟壑 还好啊 这倩诺基啊 这个 但是啊 也是说的是 city special 就是城市 特别城市的 呃 人家也给你明明摆说了 我这个不算是真正的越野车 这马达就在这个路上啊 就有点费劲 结果呀 就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就使劲的在那挥手 这河伟啊 我觉得他观察东西特别动 我可喜欢他这个幽默感了 他说你发现没有 这中国人啊 那个叫停车搭身旁车啊 他那招手方式跟他们国外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美国吧 美国人这样 哎 给你这样啊 我要搭车了 中国人啊 是这样 他说啊 就这样 就把手啊 这么着给你这样啊 在这儿来 他说特别像什么呀 特别像摸一个狗的脑袋 所以他说 哎呦 一看一个人呢 在那摸狗呢 他就停下来了 把那玻璃窗就摇下来了 完了以后呢 这个搭车的 这个女的就说 你去哪儿啊 这个 河伟就说 我去破湖 完了以后 我再去沙湖 说那我搭你的车去破湖行吗 没问题呀 这河伟就把这个车门打开了 一看啊 这个女的啊 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 大肥大肥的那种大肥肉啊 呃 那个白里透红的 然后啊 他就把这车 带子搁在那个地上 就在这儿犹豫 要不要上车 完了呢 这女的呀 就搁上了以后就问他 多少钱啊 结果这个 河伟就愣了 什么多少钱 他当时脑子想的什么呀 是不是他想说 这猪肉 让我猜猜多少钱 因为在国外 搭车是不要钱的 就是你大家都有这种汽车文化 就是你大家都有这种汽车文化 因为谁可能都有一个 呃 尤其在美国 你这个没车呀 你在美国真的 冲不难行 他一个地儿跟一个地儿啊 差他老远了 所以搭车特别多 所以呀 只要有人招手 几乎 只要人家都觉得都 不妨碍自己 都会打你 结果这河伟就懵了 什么多少钱啊 结果这女的就说 去破湖啊 多少钱啊 哎呦 结果他说 这个反正我顺路 没关系的 这这不 这还要钱 结果这女的高兴了 上来了 这个女的这个名字呢 叫高林凤 呃 估计啊 他也就是估的 因为他也不会写 37岁 这个女的呢 就跟何伟说啊 他呀 就是从小 在这个破湖 这个村子长大的 现在呢 他在波浩特 一家工厂上班呢 这次回家呢 是要看看他妈 呃 看看他奶奶 那些猪肉啊 就是他给他奶奶 买的礼物 呃 因为在这个地方啊 这公交车 这个班次啊 特别的少 一天可能 一两次 所以啊 他们以前做的 这个倒凝卤 完了以后呢 到这爱口这儿 就下了车了 他本来想呢 干脆 我就从这爱口这儿 一直走吧 走的呢 万一有个顺风车呢 哎 我就搭个顺风车 没有呢 那就只能一直走 走回家去 看着呀 他穿着一个 一身的挺崭新的 那种灰色的工作服 还化了点淡妆 头发呢 也收拾的挺整齐的 这样啊 你要在内蒙古 那种大土路上啊 你看着啊 就觉得 有点 有点 怎么可能呢 平时这河北这一路啊 看着全是脏了 哇唧的 完了那个 一身那个破军装似的那种啊 所以一看 又还 另外还化点淡妆什么的 他觉得 这挺挺少见的 这时候啊 你看那河北 他穿的那个啊 破破烂烂的 而且啊 那时候啊 他穿的那个时候 他去的时候不夏天吗 他穿了一个那个 挺破的一个灰色的T恤 而且啊 这裤子啊 这一路上 他也没来得及换 而且啊 这头啊 我估计也是两天前洗的了 那裤子也脏脏的 感觉啊 就跟那个 呃 乡下人差不多 这个林 高林凤啊 就跟好多好多的这个 当年的这些 这个中国的农村的 好多年轻人是一样的 都是跑到城里啊 去找工作去了 七八年 不是改革开放了 那么以后嘛 大约差不多有80%的人 是住在农村的 可是呢 你这一改革开放呢 经济一腾飞 尤其是这个城里边 大城市啊 所以啊 对这个建筑工人啊 工厂啊 也需求量开始 大量的增加了 那就好多的那个 呃 农村的 就都来了 这个当以前啊 是这个农村的人啊 特别多 现在呢 这个年轻人啊 都特别乐意 赶紧的 离家外出吧 所以呢 到了2001年的时候 估计啊 那时候 差不多有9000多万人 离开了家 在这个河伟啊 他这个驾车 穿越中国的过程中啊 他就能够 切实的感受到 就是这个 人类历史上 在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 规模太大了 那种人口千年 简直就是 差不多 在咱们中国 也算是规模不小的啊 嗯 站着有十分之一了吧 就是人都在路上 都在远离家乡 去寻找新生活的路上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